比利时烈日两警遭枪杀凶手被击毙 比利时检方表示 一名男子今天在东部城市烈日市中心枪杀两名警员 并挟持一名女子魏仁志 最后遭到击毙 比利时法语广播电视台RTBF报道 另有一位路人也丧命 烈日,Leach,检方发言人告诉法新社 这起枪击案有两名警员丧生 另有两人受伤 凶手犯案动机还不清楚 但内正不常沾棚 January Jamben在推特上表示 比利时的反恐危机中心正密切注意情势